第3次恭喜26號 舉水敲下拉起拍賣會序幕 1月10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 舉辦黃金拍賣會 不只有千元造型的金鈔 還有純金打造的碗塊叉子 現場共有79項黃金飾品 價值高達600萬元 吸引不少民眾前來共享盛舉 買到就賺到了 參加民眾直呼真的是賺到了 這些黃金也全是從10年前 獻洪富安負責人黃元映家中 所搜出來的 雙次拍賣會 就吸引超過兩百人參與競標 排訂金額更高達新臺幣 685萬元 這個月新竹分署 將再舉辦二次拍賣會 這次將推出 重達一公斤的金塊十二塊 和五台兩的黃金條塊十四塊 全都經過珠寶公會鑑定 純度為AU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純金 除此之外還有兩支勞力士手錶 向收藏的民眾千萬不要錯過這次機會 自從五二戰爭爆發後 國際局勢動盪 金價不斷飆漲 黃金也成為當前搶手的保值商品 這次中金拍賣會將預計在 12日上午九點半 苗栗地檢署大廳外舉辦 拍賣結束後 檢方也將把所得全數還給 當初紅富安的被害人 華視新聞 莊明憲 羅大維 許如新新竹報導 嗨 我是莊宇傑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宇傑一起看新聞吧